再看的是有日元先生称号的神员英姿 再度受邀来台参加经济日报主办的大师智库论坛 他认为日本消费税从5%提高到8% 虽然对日本GDP有一些影响 但年增率还是可以有1.4% 至于日元近期渴望维持在1美元兑换100到105日元的区间 不过如果年底美国确定升息 日元还是有可能再走遍 今年被认为是2008金融海啸一来 国际经济情势变数最多的一年 美国QE量化宽松退场 中国大陆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金融局势多变 经济日报10号举办大师智库论坛 请来有日元先生称号的神员英姿 解读消费税 他能够更加强化消费政策 当然 美国金融局势很肯定 在2014年2月的第二半 因为他们在2015年想要提升货币 日本消费税率4月份从5%调到8% 冲击零售买气幅度很惊人 神员大胆预言 未来还会调高到20% 虽然对日本GDP有些影响 但有信心经济成长率 能达到官方预期的数字1.4% 强调日本是已开发国家 1%的经济成长率不用太担心 神员认为消费税对于安倍经济学 到底有没有影响 下半年就会见真章 一天TV 文件事 刘正辉 台报道